这些地方都真实存在 只是它们并不属于人类 我们总以为地球已经被人类探索完了 通过卫星地图 我们也能看到地球上的每一寸地表 可现实是 有些地方你基本能看到它们 也知道它们在哪里 但你这辈子都永远到不了 它位于印度的安那曼群岛 当你的船离这个岛屿只有几百米的时候 你看到的阳光海滩森林 一切都是那么的平和 可你要知道 在当你靠近一步 就会有人射出箭来 岛上的部族和外界隔绝了六万年 它们的身体没有抗体 也没有任何免疫系统 还抵抗外来的细菌 你踏上岛的那一刻 可能会直接让一个族群灭绝 所以法律禁止你踏进这个小岛 当然岛上的居民也并不欢迎你 它位于美国夏威夷群岛的最西侧 它距离最近的陆地只有二十几公里 这是一座现实中的消失之岛 150年前被一个家族买下 从那以后就一直封闭 岛上有人生活 有人上学 有人庆祝节日 你可以远远地看着它 看着海浪拍打到它的岸边 但你永远不能走上那片沙滩 因为岛的主人 从买下岛的那一刻 就选择了封闭 它位于美国加尼弗尼亚北部 真正的核心地带 没有步道 也没有地图上的坐标 那里有些树活了超过2000年 它们经历过帝国 战争 人类的兴衰 它们的具体位置 被有意地从公众信息中抹去 不是为了制造神秘感 而是为了让这里的时间 继续按自己的方式流动 为的就是更好地保护它们 它位于中国西藏北部 这里不是禁止进入 你可以去 只是你活不了几天 这里没有路 没有补给 没有任何参照 白天 夜晚 方向 时间 在这里统统都分不清 当你发现你身处这里时 你丧失的不只是判断力 还有你生存的权利 因为这里没有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 它位于喀麦隆西北省的火山高原 湖面平静得像一张相片 但湖底储存大量二氧化碳 当温差或地质变化引发释放时 空气会被无声替换 附近的人和动物都会立刻倒在原地 它们不会挣扎 也不会感到任何疼痛 在这里 死记就是另一种危险的警告 它位于西太平洋 深度达到一万一千米 压力大到连金属都可以被压碎 只有大导演詹姆斯卡埋隆 乘坐测制前景 达到过最深处 那里的生物 没有眼睛 没有色素 而我们在那里 无法以人类的形态生存 它位于罗马尼亚黑海沿岸的 曼加利亚城外 洞穴与地表隔绝了550万年 这里的生命体系从一开始就不是按我们的世界在生长 它不依赖阳光 也不依赖植物 而是单纯的依靠硫化物和甲烷作为能量源 这里的生物有自己的呼吸方式 自己的代谢结构 自己的世界规则 人类进入这里 需要独立的供养设备 这里的空气会让肺部着痛 意识变得迟缓 我们在其中只能停留片刻 然后离开 它位于冰岛的南方海域 这是一座新生的岛 1963年才从海底冒出来 科学家封锁它是为了观测生命从零开始的过程 哪怕你带进去一颗种子 都可能改变未来整个生态链 所以为了不干扰生命的最初进化 这里被严格禁止踏入 没有旅游 没有住手 也没有人类的足迹 它位于南太平洋中路 没有岛屿 没有航线 也没有可停靠屋 这里和最近的陆地相隔2688公里 而和国际空间站的距离只有408公里 换句话来说 如果一个人发现自己身处泥墨点 等待来自岸边的营救 而岸边的人即便使用高速军舰 也得要连续驾驶40多个小时才能抵达 所以这里也被称为世界上最孤独的地方 它位于俄罗斯比尔米边疆区 入口属于人类的地表世界 但向内延伸不到几百米 空气 温度 声场就开始发生改变 越往深处 人越觉得自己在离开人类能够理解的空间 这里会不断地变化洞穴系统 洞壁会慢慢地溶解 重速坍塌 你进入的时候 入口还在 而你出来的时候 洞口可能已经没了 这些地方都是真实存在 只是它们并不属于人类 这个世界很大 大到人类只占了它表面最薄的一层 我们像是地球的某种附着物 而并不是主人 好了 这期内容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内容 请关注 点赞 转发 收藏 咱们下期再见